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论述 我自己形容是偏离了行道 很多福利的切入 或者有很多港法服务街坊 但实际上区议会是否能做到这个职能 并不是这样的 区议会是没有一个立法的功能 区议会是一个咨询架构 如果当你派东西又派书给建制派 你资源一定不够人多 你其他的论述方面有没有补充 你凭什么去赢一个选举 这个就是对上两届民主派 一直陷于苦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青年新政走出来去搞区许 或者很多不同的后遇上公民团体 出来去搞区许 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扩阔 或者重新定义区议会的职能 似乎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做 我去服务你一些事情 或者我不是派一些事情给你 我们一起去规划那件事 这样才是区议会原本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这样才可以跳出一个框框 就是我用战机和建制派的战机打仗 但我用的是旧款 还要少战机 如果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你是这一世都不会赢得回那个选举 只有你提出另一个想象 在一个用一个不同的武器 我自己这样形容 那你才有机会去重新去砌一场 而这些事情是 我敢说即使地区那里的建制派 是做得未是那么完善的 就是很多咨询的工作 其实根本就是假咨询 或者是没有咨询 这样的情况 那反而是我想在区议会选举那里 其实非建制阵营是要由这方面入手 我想近年那个选举民主派 在区议会的地区层面的劣势很明显 而这个直接是一个资源不对称底下的一种结果 因为我想我们学者做了一些研究 会看到就是 比如民主党那样 作为泛民主派的龙头政党 他一年的开支 其实都是收入和开支都在说是一千万左右 但是民建联呢 他的账面的收入和开支 已经是超过一亿了 还有各种的一些商业的赞助 一些古灵精怪 各种名堂的一些资源资助 或者他们操控了这个 区议会的多数议席 用公帑去资助回他们的卫星组织 搞一些活动等等 所以他的资源和民主派的相比 可能是一对十几十倍 这种资源的不平等 是令到建制派在整个区选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优势 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派蛇齿兵种 因为你是说你是几十倍的优势 所以你可以天天派的 就是我听一些民主派的朋友 我们分享一下 天天派饭 每个月都派米 吃到那些阿婆阿伯已经 完全不用买饭 不用煮饭 就是完全搞乱了 米多到生骨偶 这是第一件事 他可以派蛇齿兵种 去争取一些基层选民的支持 因为建制派有几十倍 于民主派的资源 所以他在几方面会有优势 第一就是他可以派蛇齿兵种 在基层他可以派很多东西 就是派饭 每个月派米 月饼 蛇宴 现在开始派电器等等 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到在派的过程 更加重要就是收集一些选民的资料 从而建立了的所谓贴票部分 都是这样来的 另外就是因为你资源比较多 在某些区 即使建制派的人 不是现任议员都好 他都可以用一个现任议员的规模 是去在地区做逢暴 和现任的民主派议员竞争的 譬如他未选到 他已经有地区办事处了 他还要有几个职员在做 所谓影子议员的方式去竞争 另外资源多也都可以搞各种活动 搞活动派蛇齿兵种的过程 不断地收集选民的资料 这才是建制派的所谓贴票和组织票的来源 正如阿巴赵所说 如果民主派没有一个办法 是可以动员一些新的选民出来 去投民主派一票 而可以冲淡或者冲散了建制派组织的贴票 其实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很悲观 那两位嘉宾觉得如何对抗建制派 这种压倒性的资源优势 在这个区议会选举 如果泛民主派要赢出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 其实我想在一个博弈上 就是人没有我有 人有我优 基本的概念一定是这样 而泛民主派在既定的事实上 就是你资源这一世 你也不会有北京支持的保皇党来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第一我没有这种能力 第二就是实际上也不符合逻辑地 就在资源那里去对决 就是说你用回同一套机器 去跟别人比较辛苦的机器 是这一世你都不会赢 就是说我刚才提出一个新的想象 就是重新定义区议会的职能 甚至乎是 可以做到这些空间出来 但是方向似乎是那条路走的 就是说重新定义区议会就是一个 和大家一起去规划社区的一个组成 这个是一个咨询架构 不是只是一个社区保障 社区保障可以做 但是你要用那些时间去建立了一个关系之后 你不可以忘记原本的议会是做些什么 我完全同意 就是基本上的进路就是 你不可以打仗 你不可以一个自己明知不利的战场里面去打仗 就是民主派 当然你不是说不做地区工作 不做地区服务的搞活动 这些一定要做 因为基本和选民的一些接触 或者一些地区服务是需要的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些自己的战场 自己有优势的地方 我想民主派作为一个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 那其实它最大的空间就应该是 如何推动多些公众的参与 公众的监察 地区的充权 让市民真的可以参与到地区的功夫 譬如如何在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区议会其实掌握到了不少资源的 那建制派它透过它在区议会的一个 议席的优势呢 其实很多时候的拨款呢 都去回它自己的区的卫生组织 搞各种各样的一些 蛇齿饼种啊 或者一些好像林川天安门 那些无无畏为的一些地区的工程 那民主派的地区人士 能不能够推动到市民去监察 这些区议会撥款 监察一些地区规划的工程 确保不会有利益输送啊 确保民众的意见能够反映得到啊 确保到有更加好的规划等等 那其实民主派作为一个民主的力量 它本身都应该要做这些东西 那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 你能够卷入到更加多 可能年轻人啊 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啊 中产人士 如果有时参与地区的规划 或者地区事务的话 那你就会有新的支持者 而这些支持者可能是 不会那么容易被蛇齿饼种啊 不会那么容易被建制派的资源 能够笼络得到 那民主派才会有自己新的战场 有新的支持者 那你才有可能 慢慢在地区上拿到平衡 但是当然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民主派的朋友 不论是传统的政党也好 或者好像青年新政的那些 散后新的组织也好 那个关键就是 你一定要在地区长久工作 一定要有一个持久力 就千万不要在选举 选输了一次就不选 或者不再做地区工作 因为你需要在地区每一个战场 如果是每一个区议会的选区 在一个战场的话 你需要在地区长久去打阵地战 去卷入当区的居民 去参与地区事务 这个不可以说一时三刻又换另一个人来做 或者突然有几个月没了一个人 你一定要长期有一个团体 一班朋友 是长期扎根的社区 无论选举赢或输都好 都愿意是继续去付出的 当然我理解这里是很困难的 因为民主派不同建制派 建制派选输了不要紧 要他继续给你几万元 继续在地区做社区主任 这个是民主派的一个困难 但是愿意如果真的 譬如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愿意用公寓时间 或者抽一些时间去参与地区工作的朋友 真的如果一踏入这条路 就真的要有一个坚持性 千万不要一时三刻选举不利 或者某些事件突然间又不做 那你就会令到对选民来说 就会对整个民主派的阵营很负面 会觉得你们可能都是选举的时候 才出现一阵 跟着那几年又不见了人 就是这样的话 我想又会很打击 如何建构地区的民主阵地 那如果去到最后了 区议会选举最后 都是赢不到建制派 那如何在这个制度里面 去改变区议会的职能 实际上是困难的 就是选举里面你输了 那你就是输了 那如果你议席上 其实如果你说18区里面 好像现在这样 全部都是建制派垄断了 那你实际上很多声音 其实你是想不到去的 就是说我斗投票你斗输 你想去参与一些 就是你拿媒体去做一个曝光 去尝试去阻止一些政策的出来的时候 似乎区议会那个吸精的能力 也都未去到这个位置 那变相就是可能很多 现在泛民主派议员就会 我形容为自己拿自己的命来搏 就是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 尝试去吸精盟 去用媒体的注意 去尝试拉倒某些 不是很合理的政策 但是这种方法 其实是杀敌一千的自孙八博 我自己经常这样形容 是很难的 所以我想是今年的区议会的目标 就是起码18区里面 其中有一两个大区 是拿回一个非保皇党的一个majority 那你才可以做到一个示范单位 如果不是呢 实际上是 我连示范单位都没有 我四年之后又继续推出一个天空流角 就是告诉选民 你选我吧 我就可以好美好了 有没有实例呢 没有 很困难 所以今年的战果 为什么我们看来会来得这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我想民主派整个地区部署 可能都需要多一点战略的思维 我们见似乎现在 在18区民主派的主流政党 他们派人下去 似乎是没有见到很多协同效应 因为一个区议会 都有二十几三十个的职位 其实民主派因为资源有限 就是在一个不利的状态 能不能够 譬如在某些小的选区 多一些是联线作战呢 譬如很简单 利东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上届能够突围而出 即是罗建熙和欧乐圈 因为正正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相信是因为 他们在两个连结的小选区 他们很多时候的行动 是一起做的 那便有一个资源上的互补 是很好的作用 那民主派在选举时 在区议会的部署上 其实又不是很多件 好像利东这一种协同 但其实如果能够多些 好像罗建熙和欧乐圈 甚至再多三四区 你可能会连在一起 那便可以变相 在地区办事处 可能会开小一点 对不对 人手可以共享 或者因为可能 三四个屋邨 都在一起 那便不可以在小屋邨范围 搞一些比较 跨了小选区的规划 或者政策的窗议 那便有个协同效应 那这个也是 当然现在便比较困难 在这街区议会也能够实现 但长远的部署 就是民主派 都在想到 那地方在那个选举资源上面 就是比较缺乏 能不能够真是 有一种战略的思维 如何摆一些兵 如何摆一些兵和一些仗 是可以 就是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用呢 所以我想 这也是重要了 另外 至少也是 如何可 加强到公众的监察 我想都是重要的 就是 香港的制度 他当然不是民主,但也不是完全独裁,我们是一个比较混合的状态, 始终还有传媒的监察,有网上的自由讨论空间, 那能不能够善用网民的力量去做多些区议会的监察, 卷入多些公众参与呢? 这方面其实民主派都需要想一想, 譬如我们最近做一些研究的时候看到一些外国的经验, 其实民主派很值得去思考一下,譬如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他们有一个手机的程式,叫做更好的槟城, 其实什么来都很简单,一个是拍照的apps, 就是市民在区里面看到有什么问题, 垂桥垂树,whatever,你拍张照, 然后再按一个键,两下的, 那你就会将那个投诉或者个案, 弹了去州政府或者当区的那个议员, 州议员可以跟进,那这些同样的, 香港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国际城市, 我们的资讯科学这么发达, 有没有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一些手机程式, 你是容许给市民,你拍张照, 然后将一些地区问题, 交回给当区的民主派的议员或者地区主任去跟进呢? 那从而鼓励他们多些,就是留意身边的市民, 或者你能不能够用一些所谓couching, 就是一些群众外包的方式, 譬如好像英国卫报那样, 2009年曾经试过, 当年英国政府突然公布了几十万份, 一些国会议员的那些帐单, 那里其实是很大批的文件, 所有传媒都知道那里应该有很多丑闻可以发掘出来, 但是几十万份怎么看呢? 他们卫报当时就放了上网, 就鼓励网民帮他们看, 看到有问题呢, 按按键就会去卫报的记者, 就可以再做一个跟进调查, 那结果, 在一个大家的网民当游戏机那样玩的时候, 不用一个星期看完几十万份文件, 那帮卫报发掘了很多丑闻出来, 香港其实一样, 我们在区议会层面, 这么多文件, 十八区, 每个星期开会, 这么多部份文件, 基本上大家监察不了, 但大家知道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我们《本书革新论》也有提到, 林立志只做了葵青的区都发觉, 原来那些地区部份全部都给了他自己的卫星组织, 但林立志做了几个月了, 才发掘到这件事出来, 其实区区都有, 那能不能够有, 譬如有一个网站, 你是将区议会的文件全部上网的, 然后你鼓励市民鼓励网民, 大家去看这些文件, 有问题了, 你按个键, 可能到了《立场新闻》帮你做调查的, 那你会发掘到更多一些地区的利益输送, 或者问题出来, 然后鼓励市民去监察, 这其实对地区一些建制派的, 一些古灵精怪的行为, 或者甚至是利益输送的行为, 是一个很大的制衡来的, 类似这些功夫, 其实很多是可以做的, 但是似乎民主派的主流政党, 我们看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新思维去打这场仗, 好像巴哲老所说, 仍然还在用旧那一套, 而旧那一套是没有优势的, 这个是议会的革新, 整个地区的创新, 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都好, 民主派的朋友都要多一些心思, 好, 多谢两位嘉宾今天可以出席我们的节目, 下一集我们继续有我们正式学论,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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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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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